鼓勵全球海外僑胞前往臺灣偏遠山區 教導原住民小朋友學英文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福營 2014年預計要招募350位華裔 以及50位的客家青年 暑假到臺灣來服務 歡迎有興趣的美國僑胞上網報名 我接觸了好多這種學生 他們都覺得說臺灣變成他的故鄉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每年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好多這個華裔的青年 後來就開始對臺灣產生他的 用認同感又歸屬感 這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個 給我們的華裔青年的一份禮物 所以我們也鼓勵所有的家長 我們的華裔的青年能夠報名 張景南主任表示 活動由僑委會跟教育部共同補助 海外華人回臺服務 不只能獲得80小時的服務認證 認識到許多好朋友 還能探索臺灣風土民情 學習中文跟台語 藉此了解自己的故鄉臺灣 活動才線上報名 歡迎民眾在二月底前上網完成報名 諮詢更多的詳情 歡迎打電話到紐約喬教中心 電話是718-886-7770